大家好,我是Jeky 那我們來介紹4R7裡面其實還蠻複雜的 REMODEL REMODEL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工具 只是很多人可能不再知道怎麼去使用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有 課程來介紹REMODEL 也是新功能的使用方式,它會依照點線面的方式 來去分三個影片來讓大家介紹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購買我的線上課程 那這個影片只快速展示一下REMODEL到底可以做什麼 基本上你如果會用REMODEL的話呢 幾乎不用進到其他3D軟體去做 那個多邊形建模的部分 你幾乎就可以全部在REMODEL裡面使用 當然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可是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功能 你在REMODEL使用上是比較快速又方便的 那所以REMODEL呢其實非常的重要 讓你熟悉之後呢 你在REMODEL的建模就不單只是雕刻 還可以再做到 就是機械性的或是盔甲的一些 一些模型 好然後會示範功倍 那你也不用在其他3D軟體裡面做切換來切換去 然後再到REMODEL裡面去使用 那這也是我們 介紹REMODEL主要功能會希望大家可以學到的內容 我們要來切換去的內容